几名消防员在大火中丧生 而当新闻播报员 在播报消防员名字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男朋友 也在其中瞬间泪崩 他们俩的爱情故事 还要从头说起 这个新闻播报员 名字叫秀卿 他的男友 器语是名消防员 两人深爱彼此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消防员的工作 总是身不由己 一旦有火情发生 不管是两人电话 还是在约会 纪语总是会第一时间 选择工作 迅速出警救人 毕竟 他们这群英雄的骨子里 救人的时候冲在最前面 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秀卿对此充满了担忧 他害怕男友这样 总有一天也会送了命 于是 他一直期待着纪语向自己求婚 希望婚姻能让他多一份牵挂 从此让他换一个平安的指言 纪语一直激怀着 给女友一个完美的求婚 可等到那天时 刚好遇到了紧急火情 这一次 纪语仍然冲在前面 可他却没能再回来赴约 临死之前 他在救火现场 录下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对秀卿深情表白 遗憾的是 他再没有机会 亲自把求婚戒指 戴在自己爱人的手上了 再也没有机会 能在婚礼上 拥抱自己深爱的新娘 再也没有机会 对着他的心上人 说出一句 我爱你了 当天的秀卿正好是新闻播报 用手语 拨保了消防员牺牲的消息 刚看到寄予的名字后 他愣住了 之后瞬间泪崩 失去爱人的噩耗 让他痛不余生 幸好他的妹妹秀恩 一直陪在他身边 秀恩曾经遭遇过火灾 虽然被消防员救出 但他的呼吸道被烟雾损害 从此失去了美丽的身影 一边脸颊也留下了烧伤的痕迹 或许是对自己的容貌感到自卑 他找到了一个不需要露脸的工作 在公园里扮玩偶 一天 秀恩在公园中遇到了一个画画的男孩 这个男孩害羞可爱 一下子俘获了他的心 男孩也对这个可爱的玩偶女孩 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几次想为他画张像 但秀卿害怕男孩看见自己容貌的缺陷 拒绝了他的好意 直到有一天 秀恩得知 男孩即将出国念书 他鼓起勇气摘下了头套 让男孩为自己画了一张像 男孩也被秀恩的真诚所打动 两个人在依依不舍中互到分别 从此 秀恩也解开了心结 敢于面对自己的缺陷 此时的秀卿想去医院里 看男友最后一面 而在这个医院里 有一个叫灰灿的小男孩 也在担忧着妈妈的病情 小男孩的妈妈 是个忙于工作的白领 平时很少有时间陪他 所以灰灿经常在日记中 表达对妈妈的不满 觉得妈妈并不爱他 一次 妈妈因为劳累过度 住进了医院 这让他和妈妈有了更多共处的时间 此时的他 甚至希望妈妈的病永远都不会好 这不是他的不孝心 而是他真的从来没有 在妈妈身边这么长时间过 他好珍惜 有妈妈陪的时光 但是医院却带来噩耗 妈妈得的是癌症晚期 如今时日不多了 同时 独自在家的灰灿 发现了妈妈旧时的日记 记录着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 灰灿一直以为 妈妈根本就不在乎自己 此时才知道妈妈是那么的爱孩子 他更是离不开妈妈 可能生活往往都是这样 当你感觉一片光明的时候 下一步就会踩进无尽的黑暗 幼小的灰灿仿佛一夜间长大了 他害怕妈妈会离开自己 只能每晚躲在附近的秋千上 偷偷哭泣 一天一个为别人分手传递信息的男人 看到了流泪的灰灿 便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告诉灰灿自己叫何希 有要帮忙的时候可以联系他 小男孩虽然年纪不大 他知道妈妈病危了 灰灿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于是他找何希来替自己 向生命最后时刻的妈妈传话 告诉他自己是如何不舍得失去他 妈妈听到后泪流满面 此时他也明白了儿子对自己的爱 但还是在痛苦和不舍中离开了人间 好在母子二人在最后了解了彼此的心意 也为灰灿留下了爱的回忆 而看起来每天元气满满的何希 也在自己的悲剧人生中一天天度过 这一单生意 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别人传递信息了 他的生活也很惨 以前每天在拳馆当人肉沙包 以此来赚取一点薪水 女友嫌他没出息 选择跟他分手 但何希深爱着女友 他恳请女友给他一点时间 他会努力赚钱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 何希在路上受到一个陌生女孩的委托 原来这个女孩想跟男朋友分手 却没有勇气亲自开口 于是他请何希帮他打电话 向男朋友提分手 事后给了何希一笔钱作为报酬 这个突如其来的事 小伙子灵光一线 马上成立了一个分手事务所 专门帮人分手 可这份工作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但为了赚足够的钱 让女友回心转意 他都坚持下来了 只是他没想到 自己与女友早已在爱情的道路上 渐行渐远 这一天 他收到一个分手委托 正是来自女友 原来他早已有了别的心上人 只是不忍心亲口和他说 何希知道 无论自己再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了 于是他不舍地看着女友的身影 对着在超市门口玻璃上映出的自己 泪流满面地向自己提出了分手宣言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悲伤电影》 四段悲伤的故事充满了温情与眼泪 现实的沟壳横更在相爱的人中间 带来生离死别的遗憾 也许人生就是承受痛苦的 在一次次失败和打劫过后 偶尔有灵光乍现的成功和突破 这就像生命中的烟花 只要辉煌过 只要灿烂过 何必要让它长长久久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